每一个在大学念经济贸易的都当老板吗 你看读的这个科学生多少 真正在社会上赚了钱有几个人 十分之一都找不到我 百分之一都找不到我 那是什么呢 谁能讲得清楚 佛如是道能讲得清楚 那是命啊 命力有的 不上大学也能赚大钱 也能做一个各家首富 这个要懂的 富贵是命啊 你要真想得富贵 佛有办法 佛师门中有求必应 求做官 胜官 求发财 发大财 佛师什么 佛师教你布施 你修财布施 的财富 你修财布施 修法布施 做大贯 修五位布施的长寿火 你修财 我得到了 你修财布 聪明智慧 常寿 统统得到了 你修财布 你要问我 我得到了 三个都得到了 命力没有财富 张家大使教我 修财布施 我说没有钱 怎么布施 他问我 一毛钱也没有 一块钱也没有 我说可以 一毛又快我有 常常要存 布施的心 这个重要 日到有机会 有多少 布施多少 功德是圆满的 日识越多 我命的财富是空空如也 现在我每年印诵金书 平均每一年 这几十年来 大概都超过美金 一千万 钱从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 我有钱就干这一段 这是我学 印光法师 印光老法师一生 所收的一切供养 全部都印出 要 续文化的毁灭 这就是 为往生积决学 这些书现在没人看了 没人印了 我们知道重要 这个东西是宝 没有人印我们来印 我们来赠送 赠送给 有这个缘分 读这个书的人 我们要办学校 培养这些学生 帮助他 帮助他读佛毁灭 帮助他为往生积决学 下头就是 为万世开太平 你说这个事业好不好 好 要整个 自己每一天吃饱 穿暖 有个小房子 这笔风 足够了 很幸福了 还要什么 什么都不要了 做个好样子 给社会大众看 希望大家都明白 希望大家都就 啊 中华民族的文化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这不是我说的 欧洲人教的 欧洲有十几个汉学家 他们专攻汉学 对汉学的认识 在中国人里头都很难找到 跟他们平等的 真实乎乎 真正提倡 大神激活 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 是中国人的世纪 唐文匹说的 英国人 和大汉学校 他在英国是有贵族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念大学 二战结束 原子弹发明了 他忧心忡忡 心里想着 第三次大战 不是一般武器 是核武战争 核武战争 是人类集体自杀 这个战争没有胜负 同归于尽 换句话 地球上的人 就灭亡了 没有了 这是他最大的忧虑 天天在想 他晚年天天想着 如何避免这个劫难 他就想到 中国的下上州 下四百年 上六百年 周八百年 这三个朝代 活起来 一千八百年 这个一千八百年 统一 不是政治统一 那些小国家 不和国 都有自己的主权 独立主权 不是武力统一 也不是经济贸易 也不是科学技术 文化统一 是个小国家 我并不和国家 是个小国家 文化统一